Good morning 大家好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人 看看这个人 看看他推到上面 他的体质 他占的羊子 这个是我的姐夫 我姐姐的老公 按他的证明 他两年之前退休了 他今年是62岁的 我妈妈还没到60 我妈妈明年是到60的 按证明 但是估计他跟我妈妈差不多 也不会小很多 但是他是我姐姐的老公 三四年之前 他结婚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我看他第一年结婚的时候 那时候我特别生气 我不让嫁给我姐姐这个人 我吵架 我哭 我大人 但是我那时候太小了 我没办法 我哭就睡觉了 然后是有这个人的 他站得不好看 黑 无所谓的 但是他脑袋也没什么好用的 他钻的也不多 他干得不好 他什么都不行 但是性格呢 是好 我们骂他多少 我们跟他说多少个话 他不会说什么话呢 他不会生气 有可能 有可能 所有的 他跟我姐姐会抱臭的 有可能 因为我知道 他跟姐姐吵架 但是我们没见过 我们没见过 他跟姐姐说什么大声音的话 嗯 谷地也没有 然后呢 是我的舅舅 我以前给大家看我那个舅舅的视频 那个舅舅骗我 他说是他有丈夫工作 丈夫的工作 在我老家这边 整个印度呢 是丈夫工作的人 他挺有妞的 挺有面子 只有丈夫的工作 其他什么都不看 但是呢 他也没有政府的工作 骗我们的 他就是政府的办公室里面上班 也没有固定的收入 收入也很少 然后呢 是他做的最差的工作 他的脑袋是怎么样的 比如说是他20个人一起干的 慢慢慢慢那些20个人 他们都已经有固定的政府的工作 但是这个人呢 那是最后一个人 他58岁的时候呢 是才找到了那个政府的工作 他就干了两年 他干了两年多 就是两年吧 就是两年的政府的工作 退休以后也没有多少钱 因为他干的少 他盖的房子也是他姑娘 我们我的那个外甥女儿不是不吉吗 是他的姑娘 他花的钱 那个土地是他有自己的 一点点 也不是他自己的 是他爸爸 爸爸的 然后他的儿子 然后他的儿子就给摔 又折高 都因为是姐姐 然后不仅 讲得跟他这个人一样的 我们有什么一家的照片的时候 也肯定找不到他 还有没有弟弟呢 那一看这样的人 会不会生气的 但是我们也没怎么跟他生气 我们生气的就是我们的舅舅 因为他骗我们的 我也没跟他们生气 因为妈妈还有哥哥 他们都去看过 结婚之前看过 见过他们 但是妈妈也不懂事 哥哥也很小 没办法 这些都是运气 他的运气好吧 商户里面有好的有不好的 我们小的时候到今天呢 是可以说是一直在往上去的 这个呢是有一个 放下去的东西可以讲是吧 但是他们的生活现在也好了 他家的两个孩子都好 以后他们会发展的比我们好 谢谢大家 关注我们 我老婆说 认识我以后 她吃的土豆 比以前一辈子吃的 土豆的好几倍呢 你看看呢 这个是今天的我的饭 午饭 有达米 有达米 这是荒豆的汤 然后这里面这个材 有土豆采化 这个土豆腻 这个土豆 那大部分 百分之九十 是不是土豆 这个是辣椒炒的 然后这个酸 酸酸的什么叫 酸酵 对酸酵的酱 酸酵酱好吃 一说就 扣水就出来了 那这个是今天的我的午饭 来吧 吃 收炒饭 今天来的是买花的店 看这个呢 这样的是我们本地的买花的店 这个叫Nursery 我不知道是中文什么说呢 然后就是买各种各样的树 芒果树 薄啊 聂文书啊 也有栗子书啊 什么样的树 那需要叶子书啊 还有花的 要卖的话呢 就这样的地方 在城市里面也有些人 他们买的 一点点 这个地方是他们种的 可以说是琵琶的吧 中文不太知道是怎么说 这些花 但是没有多少种类 就这个 现在就只有这个季节 现在开始这个月以后就 好像这个叫马里古文 英文好像是叫马里古文 中文不知道 这些都是大大的书吧 这边 这些都是照看的那个书 这个阳子的 暖暖的书 乌瓜 玫瑰换 大部分的名字都不知道 到了以后呢 是哪个喜欢哪个就买 家里也有好多就是好多种类都已经有的 所以就哥哥决定我不说什么话呢 要买哪个我不买哪个 在家里无聊 所以来陪哥哥买坏 他说是他要买什么坏 谢谢大家 谢谢看我视频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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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